欢迎收看今日焦点 武汉肺炎爆发之后 政府的救治不力广受民众的指责和热议 而近日 关于武汉肺炎的传播途径 又多了像粪口传播 而四川省卫生局系统的一名官员 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什么叫粪口传播时 引来了民众的关注和嘲笑 什么叫粪口传播 就是你吃了别人就死了 这个视频播出之后引发大众热议 不少网民评论说 对这位专家我真是服了 也有人说 看了完整视频 这些官员是不是觉得百姓的智商太低了 必须通俗的解释才听得明白 这简直是侮辱大众智商嘛 而日前美国医学报告披露 说武汉肺炎患者的粪便当中含有病毒 可能会成为传播的媒介 中国的医学专家都表示 说新型的冠状病毒感染 存在粪口传播的可能性 那粪口传播就是指 病患的排泄物当中含有病毒 如果污染了手农作物和水源 就会导致他人病从口入 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出版物上 展示了F图的形式 让人们了解粪口传播的途径 比如第一个是水污染 如果人喝了污染后的水 或者是吃了污染水做成的食物 那么就会导致感染 第二个是土壤传播 如果人接触到了污染后的土壤 或者是吃了污染土壤当中 长出来的东西也会导致感染 第三个是通过苍蝇传播 苍蝇如果沾染了病毒之后 再去叮咬食物 污染后的食物被人吃掉 也会造成感染 第四个是通过手传播 如果接触到污染物之后 手没有洗干净 再去接触餐具或者食物 也会导致他人病从口入 第五个是病毒污染了衣服 食物或其他物品 被他人触摸之后 导致病从口入 再次造成感染 因为之前人们知道 武汉肺炎的传播途径 会通过飞沫空气传播 所以人们戴口罩进行防护 知道病患之间会通过接触传播 所以通过隔离来进行防护 而现在存在分口传播的可能性 那么戴口罩就只能有限的防护了 那么怎么样去避免分口传播呢 第一 要把食物尽量洗净烧熟 生食物和熟食物要分开 第二 饭前和便后要勤洗手 第三 避免和病患 共用卫生间 或者至少彻底消毒之后再用 卫生间要保持通风 第四 盖上马桶盖之后再冲水 另外还包括对当地公共厕所 进行消毒等措施 都能够帮助防治疫情 但是目前方舱医院被爆出 一千多人只有一个厕所 很多人排队 里边没有医疗设施 进去了就不能出来 让人们担心 如果疫情可以通过分口传播 那么方舱医院的设施和卫生条件 是不是能起到阻隔病毒的作用呢 而民众担心的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火神山医院 因为那里靠近武汉水源地知音湖 专家表示 火神山医院的粪便污水处理 不能够保证完全杀死病毒 病毒有可能通过下水管道 进入地下水 进入长江 进入武汉的饮用水源 因为知音湖火神山医院 是在武汉水源的上游 而不是下游 如果污染了长江的水源 长江水是往东去的 会一直流到上海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急的情况 如果疫情可以通过分口传播 那么如何处理各大医院 病患的排泄物 又如何避免水和土壤再次污染呢 这些问题也引起人们的再次关注 好了 感谢收看今日焦点 我们下期再会